啥也别说了兄弟们 我被告德骗了 两条路呢相差40公里 我觉得呢正常思维 都会选择那条里程短的路 当然呢我就这么选了 好玩吗 越野泡呢 路了 真的 你怎么走 你看 这把可是越野 很多朋友都知道 最近的睡眼呢又闯不下来气了 我俩去医院 也检查不出来是什么毛病 但我发现呢 只要在睡眼出去玩 它的症状呢就会减轻很多 这就是我俩这次出来的主要原因 但没想到的是 高德导航的这条路 让我俩呢彻底懵了 路载我也就不说啥了 还会呢遇到对面来侧 每次绕路都老费劲了 哎大哥大哥 我们都总十多公里了 这个带还有多长时间能到 大哥站起来告诉你 都别激昂了 行行大哥新路 7.9公里的路 我俩走了快一个多小时 终于呢在一个拐弯处 看到了重新修好的板游路 我的心情呢那是十分的激动 和冒同样做了告别 我们那人也终于遇到了一位明白人 你哪的 通话的 我都找这个道的 我搞什么 不准那个大车那个小他妈 他散了他 我说你问问我呀 拿了他妈好几十顿 那个理性 那不不能小乔压下了 你住得一样 在这 我搞干了主力 那边不知道调的 你走 到小乔的位置 我还特意下车看了看 再上确定之后 我把车开了过去 我俩到地方之后呢 有些猛 因为这里和网上的图片 差距有点太大了 这里需要绣散绣散了 尝一尝 经历了那个 那叫什么呢 经历了越野路段 我对这道菜的评价呢 就是啊 吃完了 我吃过这个东西 最后我俩又吃了一些 当地的特色小吃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顺眼今天下午呢 没犯病 只要他病好了 我怎么样都行